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键盘 今天开头就不多BB了 因为标题封面这个事儿 我们采访了一位大佬 时长拉得特别长 所以说直接来吧 快选走起吧 今日DOTA2发布全新版本 我看了更新日志就看了半个小时 可以说是冰蛙的年度论文了 至于是DOTA7还是DOTA8都无所谓的 反正不是DOTA2 同时呢发布新英雄 富男松鼠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六言 不过玩的时候感觉是在玩宝格 除此之外呢 更新中重点推出了魔精机制 人送外号小A罩 每个英雄吃了魔精后 或技能加强或多一个新技能 如图现实 就更新的第二天吧 我上单蓝博超神了 来吧 准备好了 开始成分查询吧 近日 长尔5号完成我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 带回了点土特产啊 月球上的土壤 根据微博科普发出的话题投票 月阳有啥用下 重土豆的选项为民意所归 那确实刻在DNA里边的天赋技能 不过呢 央视在播报该新闻的时候呢 特意标注了四个大字 不能中猜 可惜了啊 刻在DNA里边的可惜 原因啊 是因为月阳里面不含任何有机成分 嗯 话说不含有机物 不代表不能含有机物 建议啊 以后发达了 一次送上个500个宇航员那种 都有机钱 点上10万块钱的话来是 有机会 我先去 重振约让荣耀 我被一不容辞 近日 西安地铁9号下运营 秦始皇 亲临西安地铁 并且携带多项 玫瑰品前来参观指导啊 秦始皇首先肯定了 西安地铁的建设 并表示 他来这里 只为了三件事 不需要给他打钱 蒙义在哪 以及大欣赋拍的不行 近日 自媒体 飘移神父爆料称 自己遭遇了 美团会员杀熟行为 他在购买了美团会员后 订餐发现 同一时间 同一家店 未开通美团会员的 普通用户 配送费为两元 而开通了美团会员之后 系统贴心地把配送费 设置为 非常符合会员身份的六元 对此呢 美团方便回应称 通过与用户 进一步确认 是由于软件存在 定位缓存 错误地使用了 用户上一次的历史定位 与用户实际位置产生了偏差 导致了配送费预估不准 呃 行吧 不多说了啊 我现在就帮我给中科院 发现量子太餐厅了 近日 知名笔不然中暗热血的 LPL全明星solo赛 于小C C皇拿下冠军 等一下 等一下各位 我先提一杯 我保证 这是我最后一次 偷天下足球的文案和BGM了 56岁的于小C 就坐在那个直播间 深情的目光望着阿亮 满眼过去 都是自己29岁的模样 极地峡谷的断剑骑士 纵身飞跃的亚托克斯 银送海语道词的挖坟人 掌握雷霆的沃利贝尔 当圣灵的呐喊 激荡于千府之国 那个属于他的那番演讲 只会在年华的飘零中 被常常记起 从作盗鱼龙光 我便亦不隆词 近日 X蛋的2020即将过去 个人主观评价 年度傻屌新闻 TOP5 1月2日 英国一男子带着家中老酒 让专家鉴定 专家品尝之后 表示笑红酒 但是酒被送去鉴定后发现 酒瓶中是人尿 肯定是喝过酒之后尿的 再不济也是喝完卡瓦斯的 3月9日 陕西咸阳 一男子报警称 自己的4块车玻璃被刀 民警赶到后 发现男子正小心翼翼的 守护着现场 并称车内有脚印 经检查 车内并没有东西丢失 车门也没有被拆卸痕迹 随后民警让车主启动车辆 结果4块玻璃缓上升 本来我是不想的 但是花乐水牛实在是太配了 5月18日 安徽涉县一车辆被盗 嫌疑人徐某某再次盗窃时 民警赶到将其抓获 徐某某交代 现在大伙们不带现金 只能去车里盗窃了 上次的关押时间太短了 这次希望法院从众判处 让自己在监狱 把缝纫技术学会 4月5日广东深圳 新手司机刘某 开着刚提的新车 去驾校训练厂看望教练 当他开到驾校门口准备停车时 错把优门当刹车 直接把车怼到墙上 把驾校办公室墙体装了个洞 这个不说了啊 入室弟子没炮了 5月6日晚 上海市民黄女士报警 成年过七学的父亲 遭到了电信诈骗 要带着收藏的宝贝 连夜赶火车 前往河南郑州见顶拍卖 民警到场劝说 老伯不听 还拿出手电筒 让民警在现场查看了藏品 老伯表示 这个浴室啊 是专门刁客浴袭的 民警却当场说穿 放屁 上面刻着5个大字 为人民服务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把镜头转到 著名中部主播周淑仪 周姐和YYF的直播间啊 当晚周姐正在和学友们 交流冷笑话心得 奔驰和比亚迪 联合出的一辆电动车 奔驰比亚迪联名叫奔逼 结果红图之下刚打开 一刷二 好家伙 被一帮赞爱家族的人 团团围住 神经病啊 谁把我 周围的地都占了呀 按照这个无限制格斗的打法呀 第一阶段 妖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周淑仪 周淑仪是不是和管泽源结婚的那个 声音不好听啊 管泽源怎么看的 原来是不是有毛病啊 当场破坊的周姐只好口吐芬芳来解决问题 我他妈我真是周淑仪 早这么整不周认出来了么 是他就是他 这个语音输入呢 把周淑仪识别成了朱淑仪 给奥特曼淑仪我都见过 给朱淑仪那就是要下早 好在帮派大佬的帮助下 解了藏爱之为 在水友的簇拥下 集结人马一声宁下 水友们都变成了圣诞树 哦和这原来是巴黎圣母在交水友们 哈尔滨数学 没问题的 而反观我封门这边 2D护体开局天虎 2D3D周瑜狗活 五星神卡盆满钵满 丰哥嘿嘿一笑 对准了无辜的原住民 动手 直播间呢大伙们本以为 接下来的剧情啊 是七进七出开始泪目 没想到眼看着丰哥飞龙骑脸 丰哥A上去了 有去无回 你知道吗 大哥救我大哥 救我们上面那家 当场就败退了 就被打回来了 哎我也败退了 啊 半毒标 等一下等一下 我回来我回来 鸿哥 赶紧出来什么事大局了 去打一下啊 没有一言啊 我的二号部队 国家 无论这次 哈哈哈哈哈哈 跟我一样 奔向炸鱼 结果被钓 小丑竟然是胖头鱼 是个锤子的原住民 这是大佬 鸿图之下 斗鱼第一兽艺主播 和卑微小峰 正在安卓QQ110区 抽出满志等待大伙们的支援 可冲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可以称之为2020电竞圈 最魔幻的诈骗 言简一概 一个叫做下话的男子 加入某电竞圈内群 自称暴雪电竞前赛事运营总监 腾讯电竞 KPL项目负责人 运用熟练的忽悠技巧 四处撇齿撇合 还骗了十几条JK小群子 骗钱无力偿皇后上演自杀闹剧 我黄哥啊 发觉自己没有被骗 感觉受到了侮辱 在微博痛哭流涕 BBC也是怒不可遏 为什么不骗骗我 同时呢因为长相特别像张老五王 Nozong系体外号小夏花 那该名老骗子呢 她的身世啊也是极其具有迷惑性 北京郊区一套别墅 谈不上嘉台万贯 那好歹是衣食无忧 偶尔都转不开 找人借五千至今未还 母亲法院审判长 未婚先孕生了她 而后疾病产生去世 高考619分 因为语文作文啊 写了文研文没给分 只好去香港大学读书 后英国剑巧毕业 并在一年时间内 多位亲人纷纷离她而去 如果出版书 我相信她的自传是一本上海文学 而就是这样的一个马戏团主角 是找电竞品牌或者俱乐部要月饼 然后发朋友圈晒图 并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竟然硬生生的靠着独特的社交技巧左右风源 真的帮助了几个有需求的人 甚至于辗转各种电竞峰会 与各地政府电竞落地相关搭上的话 并在扬州电竞大会上 与诸多人承诺 明年会把KPL项目落地在扬州 所以说啊 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呢 电竞圈当天就炸了 眼神出来个梗 你如果没被夏花骗过 那你就不算电竞圈了 那么我们今天啊 就是本着严谨的态度啊 邀请到了一位这起世界的当事人之一 人民电竞新媒体主任张老师 来语音采访一下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夏花的行骗之旅 不过呢 因为张老师确实太忙了 我们线上语音的录音设备呢 也不是很好 所以大伙们就坚持着听吧 时长比较长啊 一定要听完 我只能说采访完之后 我已经乐了一天了 喂 哈喽哈喽 哈喽小剑姐 你好你好 小剑姐你说 可以可以 就是那个 要不您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问你这样 就是 我是人民电竞新媒体中心的主任 嗯 然后那个也是 马上一组局节目的制作人 要不您能跟我们从头讲讲 夏花这个人是 怎么潜入你们这个群里面的 呃 他是这样的啊 我跟夏花这位认识的时候 是 今年在 在国豪论坛的时候 一群人都是在一个定点的地方 然后有个饭局嘛 我当时跟老干爹 还有Estar的一些朋友 我们正在那聊天啊 嗯 然后呢他就刚好是我另外一个朋友 跟他一起就过来 嗯 过来说我另外一个朋友 就要把他介绍给我说 他是报学的前总监 因为当时那个饭局上人比较多 而且中会上的人也不会去 当面就去甄别他的身份 他就说他是报学先生 然后加入我微信 加入我微信之后 然后从8月底到 今年应该12月月初的时候 这段时间就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缠着要进我的群 就说是哎呀 我觉得我群好儿 就一定要进去怎么地 然后刚好在12 在11月底的时候 然后我这边清理人的时候 就给清理出来一个工位 然后那会儿 他又一直要要要进我的群 那我说到我们通过一下吧 结果通过 在通过之前我还问了 因为我搜了一下他的名字 我也加入了其他的群里面 也有他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其他的群主 问他这高中士是什么样的身份 然后别人给我的身份 基本上都说是报学前走间 就是您在多方求证之后 其他人给的答复也都是 报学前走间这个职位 对 他在博物会上 包括他一直想进这个群 包括他说他报学前走间 其实我的一开始心里边 他一直都是在质疑这个事情的 就是这个行业里边 有好多喜欢混圈子的人 知道吧 这个我知道的 对 就是他有好多混圈子的 就是自己其实在也没什么业务能力 反正就是喜欢跟朋友一块 玩一块 下方从一开始 其实我都是知道 他是属于这样的人 因为他没有去直接跟我这边起过冲突 所以他去吹这个牛逼呢 我觉得他也就是吹牛逼装逼而已 我也就不会想去点他 也就是一个喜欢玩的人爸爸是吧 对对对 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就说他是这个前报学什么什么总监 明年入职腾讯 然后里边就出过好多个bug 为什么呢 第一这个腾讯怎么可能 会你明年的时候才让你入职 就是他不会去招人招到明年去 这是第一个bug 第二个bug是他给其他人也有说 他是去腾镜负责PPL 那腾镜是做LPL的 你做什么PPL的 对对对 然后这里边他其实就是作为一个老骗子 就是他里边有几个点 第一他说他是暴雪前运营总监 然后也有暴雪前总监 前暴雪赛事运营总监 也有说是前暴雪西南大区总监 这完全是针对不同的人去撒不同的火 挺专业的 比如说对他给贵阳的人或者是成都的人 蠢牛逼的时候说是西南大区的给一些群里边有暴雪人 甚至他有可能他不知道群里边有暴雪人 像我去里边我是有暴雪人的 所以他今天说暴雪前总监的时候 其实很多暴雪的人都只是发个表情包 知道他在吹牛逼 就发个表情包就过去了 因为啥 因为这事他其实也拿捏的挺准 为什么 因为暴雪他分的部门比较多 就是我之前也询问过暴雪的人 就是这个事出来之后我也问过暴雪人 暴雪人说是很有可能人家是美国暴雪组 因为他说他我部门里边是没有这个人 但是我不太确定他说其他部门 就合着暴雪官方那边 当时也是不能确定他是哪里的 因为暴雪本身他分 就是你叫暴雪两个字的这个人 就是他的组织他也分三个 第一个是那个暴雪他分暴雪中国 也分这个网制义 当然也分这个美国暴雪 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美国暴雪这阵子离太远了 这咱就不说了 但咱就说两边的因为暴雪内部 这个事其实对我而言有点 就这个事也说出去不知道是不是伤害暴雪 咱就说就是以这个夏花的这个沟通 跟这个社交的这个能力 如果他真是暴雪的话 没准还能比暴雪加分 这么恐怖吗 因为真正在暴雪主持的这些人 这个沟通什么能力感觉都没有表现出来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比较木讷 真有极少数的人是偶偶沟通一下 但是绝大多数人好像都不怎么过功 就是夏花是一个社交花 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而且夏花最牛逼的几个点 就是他能在进到一个群里面之后 把所有的小姐姐的内信全部夹到 并且在背注小姐姐的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会把人家的生日备注下 然后每天都会给今天过生日的人 去发出生日快乐 发去祝福 也是也是给这个这个 基本上左右逢源死八面玲珑 你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要打他了 呃肯定是触犯了我的利益了 这个暂时是在说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我是这个群的群主 然后再一个呢是我做电竞行业做了十几年时间了 就是乔六 基本上都混了两手吧 而且最起码就独入之间 就处的都还挺不错的 他那边其实我要打打他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他真的是在污辱我们这群人的智商 他首先他发一个自杀的那个视频 那个视频 那其他如果有那个视频的原网 你会看一下 他那个视频 跟他平时拍东西发的朋友圈的这个 视频的尺寸是不一样的 那他这视频是不是就是直接从而偷的是吧 肯定是偷 肯定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是尺寸的问题 第二个是那个视频一看就是被转发过很多次 已经开始有那种模糊的那种那种样子了 很多视频如果发的多的话 他会出现这种模糊啊 这种失真的这种类的东西 然后这是一个 然后再一个你自杀就自杀呗 你还写那么 写一个跟小作文一样 你写那么长 你单手打这种打那么多字吗 合理 而且是这个标点符号还很严谨 很讲究 该斗号的时候斗号 这个该句号的句号 然后该谈号的探号 该问号的问 那是个体面人 而且你这个排版还排得好 一句就是一段 这你写的还是格言体 他的人真的是我觉得装逼还还挺下穴块的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就他这个事 你说发出去我们都知道 他肯定是假的 但是很多其他人不知道 包括很多老板 然后那天我这边的微信 我的微信直接炸 因为我那天晚上我正在2077 正在野生城里边逛 就我的微信炸 好多人就问我 是你权力 这谁是权力自杀了 这个判子 就去说这个事 我说那我看看呗 然后一看 正准备看他的时候 然后他就人家就在群里边发一个 谢谢大家 我已经到医院包扎好了 这个已经没事了 然后人家又发一朋友圈 这个朋友圈发出去 那我一下就烦了 应该是自己拿个绷带绷一下吧 然后你一般来说 割腕你最起码得缝针啊 然后之后再还要上直鞋带 压鞋带之类的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具 你在医院你就包扎的那个东西 感觉就是自己拿那个绷带 自己查一下打个结 这不查大吗 然后我说这不行 关键是他忽悠了好多人的感情 他从两点钟到三点钟之间 整个他所在那个酒店的派出所 接到了22个报线变化 都是找到这个人 结果警察也找不到这个人 到底在哪 因为我们查到之后 就这个事儿 我事发 就我在区里面直接就点他了 点完之后他 一开始点他 就是点他的时候 我说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什么叫前报学总监 什么叫即将入职 腾进去做HPL 你问哪 然后他也一直都不说话 然后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群里面的一些 不明真线的小姐姐 还在为他说话 你跟人家都自杀 你张一波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 之类的 我也很无奈 他就是家的人一多 都熟悉对方是做什么的 你像人家卖GP这个衣服的 骗人家好几十件小裙圈 这事儿就挺扯淡的 他骗裙子是干什么的 然后呢 我看那个信息我也挺迷惑的 不知道呀 不知道呀 这可能人家有其他的这种 不为人知的秘密吧 这我不太清楚 他这边最牛逼的前段时间 那个扬州的那个会 其实当时去的多多少少 绝大多数 其实也都不是真正的天井从业人 都是想在天井圈里 卖围去打探了一些 所谓资源整合的人 但他去了之后 虽然他也是被人家正式邀请的嘉宾 而且嘉宾的这个身份 居然又有选择 在视频中间 又变了 就很逗 你知道吧 就是主办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但是说主办方一般要是邀请人 也不会有钱什么什么这种方式去邀请人 实在是主办方邀请不到人呢 还是觉得这个人确实很牛逼 就回去得放上去 然后他在会上的时候 居然还给扬州这边负责 政府落地的这个人承诺说 他要把KPL落地在扬州 就这个事 然后呢 后来就是这个事热闹 其实热闹在点他的第二天 第二天的时候 我这边就不断的去搜到各种各种的人 人也是朋友的截图 一些信息就给过来 因为时长原因 我们就把这个录音剩下的部分放到PR了 包括骗了一位女courser 谢好姑娘提前查局 还有张主任对于此事的总结思考 总的来说 下花事件我去理解 换一个维度去想的话甚至是个好事 一个是及时被揭露 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因为相较于其他行业来说 什么房地产刚才 这种空手套白狼 化身猪肩忍的事都不算是新鲜事了 几千万几千万的骗 这恰巧证明了 电竞正在越做越大 描上这个行当的人呢 正越来越多 出点幺蛾子 挺正常的 下花反而让电竞人提高了防诈骗意识 就是可惜的是一条小裙子 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反正就目前来说吧 俺觉得还行 警察输出抓到了 那就算是大结局了 再次感谢张主任接受采访 他的马上有九局是一档电竞深度访谈综艺节目 可看 同时啊希望暴雪的心态没事啊 就这样吧继续逆行公事 本期我们安丽的歌曲啊就不用多说了 万能青年旅店的新专辑 这首总长44分钟的歌 是我在近一年以来 觉得最安静的时光 按照何赛投老师的话说就是 看到一支乐队横跨了十年的时光 依然还闪闪发光的存在于这个世上 总是让人感觉到了一主宁静 当然啊因为版权问题我不太敢帮 就这样吧 加采访字幕加的后期老师都快中而言了啊 球球三脸了 给后期大哥上点好的腰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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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